大家,我之前是红斑蓝肠,你们都知道红斑蓝肠吗? 红斑蓝肠是一种可以攻击皮肤的一种病,然后是在医学上是不能抑制的病 这个问题让我自己一直去找根源,因为我自己也买了很多书来看 这是我的这个病以后,我自己买了很多那些书来看 要用什么方法来让它去平衡回去,不要让我的皮肤变得很糟糕 我买了一本,一个博士写的书,就是说 因为我们红斑蓝肠这个人的药物是用内部,你们听过Seroide吗? 就是用Seroide来压着它的土打针,不然就是吃药,就是三种一起供它 然后这些药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肝和肾脏衰落,过后就导致我们要去洗身 所以我自己一直想办法,所以我吃了很多Direct Selling的产品 花了很多钱,可是都没有看到效果 到有一次,就我真正的进去不到Medigo 因为我们的身体里红斑蓝肠症,因为吃太多这种西药 所以里面的自由基都非常的大 我吃了很多那些外面卖的那些Red Seed 吃很多大料,我吞药好像在吃饭这样,你知道吗? 每一天三次,就是一出一的药,在手上,每次都要这样吞 当我过分喝了Medigo的,自从我接触了Medigo 我就是开始的时候,我看我不能适应 所以我慢慢就是,开始第一个星期我是喝一包 过了课的时候,就觉得OK,过了就慢慢自己增加 到我在第二个星期尾的话,如果没记错 我就喝三包三包了,每一天 一个月后,一个月后,第三个星期尾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我皮肤的红,已经是浅了很多 然后不会再痒,OK,不会再痒 这个就让我一定很开心了 到了我上一个六月尾的时候,我每一场或每一场 每两个月,我都必须去看医生,咽血 OK,Follow up我的,Medical check out 每次咽血的时候,doctor是有一样东西 都是跟你讲一样东西,加药 不是加药,就是加点茶的东西 不然他就会问我,你要打针来镇定你的皮肤吗 因为我会痒,然后我就说,我都会,有时我会 我都非常冲动,大多数我会抉择打针 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痒痒,我就去抓他 过后在那个另一尾的时候,我去的时候 他就看着,为什么你的皮肤突然间 连笑都会红,然后也没有说脱皮红红的东西 然后他就问我,你吃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外面买了什么东西来吃 我说,没有 因为他如果说我买什么东西来吃的话 他第一个说,他就会讲 你不要跟我讲,你去买达瑞营的东西来吃啊 他说,没有 他讲,说 我说,没有 他就这样说,OK,你说没有 然后他就说,这样你的药有没有准时吃 因为他知道,我已经得了他超过十米 他知道我的样子,我会每天偷偷的减药 可是我真的是偷偷减药 我已经,那一次我吃了那个肥肉后 我就差不多几乎一分月 OK,我一个月我必须吃 大概整四百粒的那个 洗药四百粒 OK,我之前几乎那一根药就是放在那一边 我都没动 然后他问我,你的药吃完了吗 我说,吃完了 他就讲,以后你吃 麻烦你把你的脂全部,那个壳 全部蛋给来给我 因为都是capsule嘛 所以我把我的药全部拆,拆,拆,拆出来了 放在一个罐子里 然后我讲,这个,这个我吃完了 那个capsule可能他就相信 过后他就,我的报告他开,写看的话 他很惊讶 因为从来我的心脆脂肪是没有平衡过的 只有伤或是下 当我的心脆脂肪伤或是下的时候 就是代表我们的,我的体内的那一个 才是在那边自打架 自己在打架 他就说,你平衡了 你可以自己减药了 然后,他一跟我讲你的减药的时候 我讲,Dr. Chow,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很 一个,我可以跟你实话实说吗 你要跟我讲,其实我自己减药了 他在表,我刚才问你,你会说说没有 因为我怕你骂我 因为他每一次一开口 我一说到减药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骂 因为他们,在西药界 他们是不准红帆南昌正着自己减药的 到我上个礼拜二来陪去的时候 我上个礼拜有队去一次 然后,他就看到 他就会问我很多问题 然后我就跟他讲 要我有照吃 就算,我心里这个 我的嘴巴是他讲,要我有照吃 可是我一定都没吃 然后他就说 其实你的血液平衡了 他把我的那个checkout 直接活到12亿 谢谢大家